20号深圳地铁集团举行深山高铁等五条成绩铁路项目 功可研合同签约一试 签约项目总长约410公里 总投资约2018亿元 这也标志着深圳即将进入成绩铁路全面建设时代 这五条由深圳市主导建设的成绩线路的设计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并且都将在今年内陆续启动建设工作 签约的五个项目将大幅提升深圳各地区的联通 并沿连接周边城市网 其中深山高铁将衔接广善铁路等多条高速铁路 助力深山特别合作区高速发展 碎深城际前海至黄港口岸段东延段 将进一步延伸至福田中心区 支持前海自贸区东莞边海新城等重点发展片区快速建设 深惠城际将进一步连通惠州中心区与龙岗龙华南山的中心区 以及前海自贸区间 深大城际将加强平山区龙岗区龙华区等与深圳机场的快速联系 并带动周边片区城市更新 而龙大城际旨在实现大鹏新区与市中心城区 重大对外交通设施间的快速联系 改变大鹏新区无城市轨道覆盖的现状 并缓解大鹏新区节假日客流的交通压力 这五条线是越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网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深会深大都是深圳市快速交通网的骨干线 据了解2020年深圳再建城市轨道里程将达343公里 计划开通三七七条地铁线路107公里 四七工程149公里线路将全部进入主体工间 四七规划调整线路76公里将开工建设 同步启动开工两条国铁 五个城际铁路项目和两个枢纽西立机场东 推动深圳轨道交通建设规模和里程再创新高 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传来最新进展 20号深圳地铁集团举行深上高铁深会城际铁路 深大城际铁路龙岗至大鹏之县城际铁路 碎馆深城际前海至黄港口岸段等五条城际铁路项目 举行合同签约仪式 签约项目总长约410公里 总投资约2018亿元 此次签约标志着深圳市主导建设的五条城际线路的设计工作全面启动 都将在今年内陆续启动建设工作 深圳即将进入城际铁路全面建设时代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庆生出席了签约仪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